大家就會覺得我應該是很 open的 就是很能做很多各種不同的 心愛的 我完全不是 因為我有一個男朋友就這樣講過 他說要不是你身材好 你就死魚啊 你就死魚啊 身體期不舒服啊 他就會 買一些 熱的東西 可能出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東西要上菜 怎樣的 他就是會這樣子 我幫你擋 對 幫我擋 雖然是很無聊的小事 可是 很容易猛 很容易猛啊 主要是那時候 那個男生 然後跟他出去 還有跟大家朋友出去 朋友也都很喜歡他 他的人品真的很好 不管是對服務生啊什麼 就是是個很有禮貌的男生 然後情緒上就是很穩定的那一種 我記得你以前上公司的時候 你說你喜歡壞壞 我說我喜歡藝術家啊 什麼浪子 對 S姐就是說我這樣很危險 然後大家就一直把我離婚那一段 跟那一段結合起來 以前我從賣的點都是那種 外在看得見的 現在完全的對象都是 可能比較踏實的 你說之前前任還有教你 在床上搖擺設計 那時候男 就是我交的男朋友 都會這樣 都會有想要這樣子的 就是我那時候就一直想要翻他們白眼 因為男生本來 至於說對什麼空姐學生服 也會有遐想 那時候我一開始的形象又是設計 也算是一種特別服裝 所以會有遐想也是正常 你還是會配合是不是 那時候 不會耶 我是在感情上很配合的人 可是以前我在 性上面算是還蠻保守的一個女生 大家會覺得我應該是很 open的 就是很能 做很多各種不同的 心愛的 我完全不喜歡 那你以前就是 比較偏死魚的類型 對 不會太直接 因為我有一個男朋友 就這樣講過 他說要不是女生才好 你就死魚啊 就開玩笑的 這也太傷人了吧 但那時候我好像覺得 因為我很清楚知道 對耶 我是個死魚 你不會覺得難過嗎 會有一點點 但是我後來又會反省一下 好像真的是耶 而且確實如果死魚久了 真的可能男生就比較不想要 就會你們就會一成不變 在性生活上面 因為男生太需要 所以其實如果要經營好性關係的話 就是要有良好的性生活 其實還是要一直不斷地營造新的刺激啦 就不管是環境啊 或是可能知識的不同等等 最主要還是要坐下來就是 去問對方其實喜歡什麼 或是我自己喜歡什麼 在性上面 因為太多人都不敢講 也不會去問對方 所以黨是兩個人會很不合